有关改善空气质量明镜也流传着不少的图办法 比如说有人说柚子皮可以吸附甲醛 那到底靠不靠谱呢 我们找来两个完全一样的甲醛的密封舱 在其中一间放入250克柚子皮 另一间不做任何处理 实验开始 经过24小时的观察 我们发现两个密封舱中 红白舱的甲醛含量为每立方米0.16毫克 装有柚子皮密封舱的甲醛含量为每立方米1.59毫克 放入柚子皮的环境模拟舱中 甲醛浓度不仅没有下降 反而是空白舱的十倍 咱们一般百姓认为 柚子皮呢有许多的孔状结构 可以吸附甲醛 其实柚子皮呢含有大量的水分 而水分挥发到空气中呢 会使环境的湿度增加 现在的科学研究呢 已经证明 环境湿度增加 会加大甲醛的释放 实验证明 柚子皮非但不能够吸附甲醛 还会增加甲醛的浓度 另外科学家试验还发现 民间所流传的菠萝 洋葱等吸食甲醛的方法 同样是不可靠的 只有活性碳 能够真正起到一定的吸附甲醛的作用 当然更猛的还是下面这位上海大妈 每天上街买菜 他背着一台30斤重的空气净化器 头戴四致防毒面具 全副武装的架势 还以为是生化危机来 说白了 防治空气污染 这事不能单纯靠老百姓自个儿想办法 还是得请职能部门 加大执法力度 让天空变得干净起来 这事不能够 这事不能够